这是太孙 帮着整理的三代 基本言之有据 这几天你把他背下来 等到时候进宫见了皇上 千万莫要说错了 爹 你也信了他 我不能信他吗 你问怎么都这样 是不是只要那个皇太孙 他看上了 我就得乖乖跟着他走啊 我是个人 不是个物件 你是不敢跟他走 那你当初 为什么要办这些事情呢 说起来慷慨激昂 好像生死都不在乎 真到了时候又怕了 我知道是徐彬 你别扯上他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一家人 都是我立世要杀的人 你要我去嫁到一个杀父仇人家里 还得笑脸迎人 那别 那让我逼死还难受呀 这么多年我陪着你东躲西藏 想托付你的终身 可是这能托付你终身的人 在哪儿呢 徐彬他是个好人 可你们连真名都不敢暴露 就这么东躲西藏一辈子 能让我安心吗 这出具的三代 你好好背下吧 要有漏洞我来给你填上 若把自己绅士细白 嫁到宫里 也把我给解脱了 我明白了 弄了半天 我是个累赘是吧 不用再操心了 走吧 你们都走吧 你父母若在这儿 他们也会这么说 我只告诉你两句话 第一句 碰到一个真心 喜欢你的人不容易 第二句 做大事 不可牺牲 把你家的宫里 是你的机缘 太孙刺军 虽是承诺 也有私情 我倒放心许多 为这一天 诺尔甘杜斯三万人的眼睛 都判出血来 你应该明白 自己缘 为什么 你还没用 自己缘 自己缘 你也没用 自己缘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去睡吧 让我来 我来吧 你还年轻 这种事不要跟我争 还有什么要顶住的 这儿 孙若微山洞邹平人 永城县逐步孙中之女 自有跟随父亲都说 我的债还完了 路也走到了尽头 我若不死 他的来历说不清楚 只有死无对争 才能无从说起 永乐六年 母亲孙罗氏去世 跟随叔父孙羽入应天 自此相依为命 永乐十二年 孙羽心记此事 心记此事 来 你是成英一般的人物 我知道 你外冷内热 嘴上不说 对他用情很深 我走了 他的事情就全靠你了 你熬的周权 你熬的周权 只似放休 我答应你 他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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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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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放开我 你 你 你干什么 你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 不行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让他安静静地走吧 很久哦 你夹来 你放开我 妈妈 爹 爹 爹 你来干什么 我来祭祀孙先生 孙先生生前 曾经苦口婆心地劝过你 可是你执意不听 还差点害死了若无味 你的酒他是不会喝的 你走吧 怎么 你又没死 如何知道他不会喝我的酒 孙先生 你地下有灵 莫怪我尸首伤了入围 我念心惊你是大英雄好汉 我念心惊你是大英雄好汉 赢了十年千斤不野 你当年把他从宫里救出来 又搭上自己的一条命 现如今他又要回去 他是受了小人的欺骗 我会叫醒他 受人出敌 生为人解 四溢鬼雄 您在九泉之下 安息了 若无 我是来带你走的 你带不走他 山下的锦衣卫奉命保护若违 已经把这里围得秘密杂杂的 你上来的时候 应该也都看见了 还没做官呢 就已经一副鹰犬嘴脸了 跟我走 若违跟我走 徐宾 你行 你应该很清楚 孙先生用自己的命成全下来 那是天大的功德 像你这样眼光狭隘 不了解他心思的人 雨晗讥讽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但是若微 你带不走 我爹的意思 你们都弄错了 你们都弄错了 他带着我 颠沛以琉璃 逃亡十年 他终于找到一个 他觉得可以托付的人 不细意思 倒是你们俩 我真的这么重要吗 如果需要的话 我也可以为了他们去死 你孤身入骨 已经担负几万人的性命 我只恨自己无法替你去做 若微 我并非不爱你 可我 我没这个资格 我们曾经都发过誓 就算用尽我们毕生的精力 也要把他们接回来 就算我带着你逃到天涯海角 却逃不过自己一去 说得真好听 若微 你跟我走 你知道他们想让你干什么 他们要让你驾到 杀父仇人的家里 你爹娘会在九泉之下 痛哭流涕 孙先生之所以自禁 就是不愿意看到你 别他们蛊惑 我爹死的时候 你明明就在旁边 你明明就可以救他 你可以阻止他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在你的眼里 每一个人的命 都是可以用来牺牲的 是不是 古人要守护三年 穿麻布衣服 睡在潮湿的地上 虽然我做不到 三个月 三个月总还是可以的 三个月之后 我就进宫 埋葬仇恨 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 高高兴兴的家人 我不会活在过去的仇恨里面 我不会跟你走的 若微 就算你杀了我也不会 你不是这么想的若微 你会慢慢好起来的 若微 我就是我 你们谁也别想改变我 你们谁也别想 用你们自己的想法来改变我 我的路 我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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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走 爹 娘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终于 站住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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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那那那东西打人疼 站住 姐夫 打人疼 姐夫 站住 来 姐夫 站住 姐夫 姐夫 您别追了 姐夫 你站住 特意给太子妃做六套大吉福 湖蓝衬底粉青色大配香珍珠 石绿色衬底公红大配香珊瑚 春符筹礼东服狐毛出风 加黑色大肠 两底金丝法郎 香一百零八颗东珠灌 灌尾座双凤咸珠花式 灌上又用红绿宝石镶嵌 点翠烤蓝镶嵌三多文士 十六佛首寿陶 是多子多福多寿之意 别打了 站住 站住啊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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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 人哪 站住 姐 重六两六分 另做一顶东帽 海龙皮做礼 外照金丝 满香红绿宝石 冠尾座瓜蝶绵延样式 寓意太孙 紫兮旺盛 太孙贫做吉福 姐夫 不是 姐夫您不累啊 姐夫 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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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拿下来 我在这儿呢 姐夫 好 姐夫 你 不行了 不追了 不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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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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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滚 我说姐夫 您跟我生气多没意思啊 您是太子爷 我是老百姓 您还是这样 有点品性 得体面 体面 我前哪儿去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你赶紧给我滚 一会儿我找你姐说 姐夫啊 我姐她也是为了您好 让我帮衬着您点 在外边做生意 您打赏人的时候 才能拿得出手啊 这青鲁水鸣如镜的 将来做了皇上打赏奴才 出手寒酸了 她招人笑话 张可浅 你给我要点脸行不行 你这叫帮衬我呀 我这这么些年的俸禄 你全给我赔进去 还跟 跟我这儿画饼 我胃口不好 消化不了 姐夫 您消消气 我跟您说 这事她不怪我 那皇上她执意要打 这一准朝顶她又买马 这我拿着钱 跟朋友合计着 从关外进一些好马 这谁知道消息泄露出去 说好的 从瓦剌一百五十匹马进棍 这临了了不认账 她不光不认账 这还被瓦剌抢得一干二净 这 这怪不着我呀 谁告诉你皇上执意要打仗啊 别胡说八道 姐夫 这大街上光是烤木炭 卖给官家做火药的 一夜间多了一千朵货 这还用人告诉我呀 你少跟我这儿瞎扯 还钱 我攒那么点钱容易吗 都是三接两庆皇上赏的 你现在 姐夫啊 我有个主意 他不光能还钱 这一来一回啊 这还能挣不少 那至少五倍的收益有把握 去争阿丹那几个大将您都收拔 那这样 您呢 给我写一张八行 我拿着这个入股 算是一万两银子 跟朋友去云南 犯点儿童 住嘴 您要掉脑袋呀 同事国家尽品 您路上遇上睡官 不用奏报 就地砍头 姐夫 您记性不好 您给我写一张八行 就说是帮着办军须的 这路上谁还差呀 哥 还是我记性不好 那是 那我倒要想知道知道 你怎么把这铜买出来呀 那是禁品 谁敢卖给你呀 姐夫 说您记性不好您不承认 管铜那官您收吧 太子府六年的蜀官 我都打听好了 姐夫 我也不多搭搭 你怎么办啊 三五百斤 那 再多点 要不这么着吧 我写个条子 拼你俩做铜山得了 真的 那可不真的吗 要不这么着 我把国家内筑钱的钱贩 也给你 你自个儿筑 那太好了 姐夫 那以后您要多少 我给您筑多少 这大明朝论起来 那谁还比得上咱哥俩呀 那是 这以后也不用求人了 全钱自个儿筑就完了 那你还要钱饭干吗呀 你 自个儿起个年好 招兵买马就干起来呗 对不对 有钱 有人 有马 你弄个小朝廷也就够了 那这 这 不好意思吧 你他娘的还真想当皇上你 姐夫 滚 上膳局的席面 还是以烟菜席为主 主菜都是海南上好的雪宴 永乐五年送来的 要提前十几天用水发了 把里面的羽毛和泥沙 用针挑出来 其他的配菜 也都是按着大婚的标准制作的 有什么准备不足的 愿为太子妃解忧 太孙大婚 这一切的花费 难道不应该御前报销吗 今儿这账听着 没有两百万两银子 估计下不来吧 两百七十五万七千两 这还不包括太子妃给东宫太监 宫女的赏钱 赏赐尚仪上膳上膳上衣 三局经办人员的开销 御前报销一大部分 太子府也要拿出一部分来 亲有宴请 给太孙嫔 太孙妃置办首饰 太孙大婚 就不能再住东宫了 新的宫殿也要装饰一下 真的没有别的地方 能再省省的 我们已经商量几个月了 该省的都省过了 这些开销 就是老百姓家娶媳妇 也是逃不掉的 太孙妃 这话说出来呀 外人都不信 真没那么多 太子妃 这件事 不论多难 咱们都得合计着想办法办下来 您说过 太孙大婚是个引子 接下来要册封太孙 才是国家的百年根基 那就更应该国家报销了 你想想这折子 你给太子他敢不敢批呀 这老二老三跟狼似的盯着 你说批了吧 人家说你假公济私 国家打仗没钱 儿子结婚倒是有钱了 如果不批 你半寒酸了 人家就看个大笑话 丑死我得 事到头来 须放胆 一样一样办 来了这么多批绣女 太子妃有没有重义的 这各地方选来的绣女呀 我算是看清楚了 这都是绕着弯子送上来 想在太子边上安的钉子 这看着一根根都挺清白的 穿着花红柳绿的 这心里的脏心眼子 谁能知道 这年头想找个干净的 都难 胡尚仪 你屋里那个女孩 胡善祥 如何呀 忠不忠心 合不合用 你给我交个底 你想想啊 这些男人要不就打仗 要不就人折腾人 儿子选媳妇 我总得找一个 跟我知心的人吧 干活好有个帮手 说话也有个伴啊 等到老了呀 我身边也有一个 顺心事意的 跟我一个鼻孔出气的 你怎么不说话了 哑巴啦 好 后宫是皇上的大化缘 女孩子正当妙龄 背景离乡 崇门身锁楼台为恶 皇上一分宠爱 下边万千争夺 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去处 太子妃 这孩子还小 不懂事 你放过他吧 你是昏了头了吗你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你也说得出口 这个孩子叫你一声孤孤 你让他在背后 听到你如此讲话 他会恨你一辈子 我觉得我自己受够了苦 摘也还清了 没想到 还有这孩子 成了我这辈子的姐 我不得不多替他想想 就算他恨我 我也无话可说 你想去养他一辈子 看在我们俩交情的份上 你今天说的话 我就当没听见 这心头的火呀 这心头的火呀 要是动了 那是灭不掉的 这孩子的命 自有老天爷管着 你只要告诉我 他忠不忠心 忠心不耳 我对我 我可以吗 胡大人回来了 上山局派人送来了 宴请绣女的菜单 上衣局也把要采购的 珍珠翡翠 和白玉饰品的单子送来了 您看一下 报给上衣大人 批准下去 他们就按工期来完成了 这就怪了 这么多批绣女 太子妃没一个看重的 怎么 做起太孙妃和太孙嫔的棺了 他们说要用金丝先把棺编好 再做镶嵌 没有七八个月的手工 是完成不了的 到时候在棺的后面留个活扣 太孙妃和太孙嫔选出来了 再做调整 这也不对啊 连个活人都没见着 这尺寸怎么定啊 就是按照胡大人您的尺寸做的 这要毁我 谁的主意 你 你先别不高兴嘛 我是不高兴 这个传得太子妃的耳朵里 像话嘛 有这么做吓人的吗 大家伙知道你要选绣女 所以就早早地给备下了 这本来要拍个马屁 谁知道拍到马蹄子上了 尺寸的事又没人知道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他也知道 赶紧改过来 我不过这干预 是 知道了 我是拿你当自己人 没跟你加信心的 又不是真的是你的气 怕什么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件事我跟你说了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太子妃府里有人传话来 说尚仪大人 我姑 说尚仪大人去太子妃府里 说服太子妃不让你选绣女 不让你选绣女 我就说不该告诉你吧 她也许是为了你好呢 她是不是为了我好 我自己知道 无需你来判断 这个消息实不实 实 各宫的宫女走动本来就多 上一局一位女官的妹妹 就在东宫伺候太子妃 她一心想 好了 选一套好的衣服手势 给她送过去 说我记得她的好 有什么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 知道了 还有别的事吗 今天有人送来一份 很奇怪的贺礼 我哪儿来那么阔子的朋友 汉王派人送来的 是要毁我呀是怎么着 你是要毁我呀是怎么着 谁让你跟张可简说 说皇上执意要打仗呢 他拿着这事在外边 跟人家胡咧咧 这事说大就大 说小就小 好 要让老二给告上一状 说拿朝廷的机密 给自个家里人赚钱 那不就麻烦了吧 那不就 这个张可简 竟然还能打听到 说云南广矿的那个官员 是从太子府出去的 这事发成也是你告诉他的吧 那童是国家的禁售品 怎么私售啊 我看哪 我早晚死在他手里头 太子爷 我给您赔罪了行不行 一个女人叫两截子穿衣服 三缕梳头的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要不然 我给您行大礼 好好好 快起来 快起来 这么懂礼的爱妃 免你的罪 那就烦劳您 把这折子披了吧 等你披完这折子呀 我出去啊 把张可简吊在树上打 给你出出气啊 这 两百七十五万七千两 我这 这哪 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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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办婚事 求的是让老爷子高兴 让瞻基能够踏踏实实册封 这是国家的根基 你的护身符啊 要是咱们办寒酸了 你想想老爷子那张脸 到时候一杯酒水都不来吃 咱俩还用在宫里做人呢 这些呀 你也不想要 还没算上 让那些小鬼 办事打赏的钱呢 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呢 你想想 咱家是不是该花这些钱 你就是把我上秤腰腰 按熊掌的价卖出去 他也弄过来这么些钱哪 别算了 我跟胡尚仪两个人哪 掰开了揉碎了 能压的都压了 该省的都省了 你要是还能再找出来 能省的地儿 守我们俩当徒弟得了 可 可这不是要逼死我吧 这不是 逼死你之前 先逼死我算了 行不行啊 张克简赔的那些钱里面 还有我娘家赔过来的手势呢 我把所有手势 都给她当生意做了 还不是想让钱生点钱 到时候给你打赏 什么都用啊 谁知道她都赔了呀 你心疼我不心疼啊 我都疼了好几宿 没睡着觉了 在别人跟前把她打一顿 你还不如进来 打我一顿算了 你们 我 你就别看了 到底怎么办 你想折呀 那个一窝看 这 这事要不再拖拖 啊 那个 我算是开了眼了 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 太酸打光棍的呢 太酸 在这儿算是开了仙河了 黄鼠狼下耗子 真是一窝不如一窝 等到哪天你再给废了 我们一家人都去要饭去 挺好 倒是过回老祖宗的日子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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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呕死我得了你 哥 这么着 我再去想想办法 对了 张可贱 范桐这个事 想都休想 把